刘宇柔运动太激烈! 关节全坏光! 刘宇柔 示范斑马步! 图中天提供! 2018年3月25日 艺人刘宇柔与中期汉! 名嘴杨月娥在26日播出的中天节目金牌大间谍! 大了长道卡关! 使! 不上力主题! 医师小顿人表示,一周如果排便少于三次,每次上厕所都耗时费力、质、量和自主感受都有问题,就算是便秘,最好是香蕉状! 主持人曾国成突然问说,一定要香蕉状吗? 那我直挺挺的,行不行? 让全场来宾陷入狂笑 近几年因运动风气盛行,导致越来越多人的膝盖关节受伤,磨损,模特儿出身的刘宇柔,由于老公是格斗教练,所以她也勤练激烈的格斗,因为太热爱运动,全身每个关节都曾经受过伤 她表示肩膀的关节一度走位,还曾把杠铃一直背在身上,做长时间的深蹲动作,结果膝盖也不舒服,让曾国成听了不禁询问,乃不觉得自己运动过量了吗? 俞柔觉得运动风虽盛行,但是有些人的身体却越练越坏 她常在路上看到一些十几岁的小女生很爱穿高跟鞋,过马路特别有趣,就像是马在斑马线上行走 曾国成文言很好奇,请她现场示范斑马步走法,身材高挑的刘宇柔以模特儿的气势,学马来回走路的滑稽模样,现场来宾一阵大笑 另外,杨月娥的母亲不久前才做了气切手术保住性命,但是因为长期握病在床,导致无法自行解便,需手动帮忙 杨月娥说,妈妈有时候大便会堵在肛门口很不舒服,这时我就会戴上手套趴下身体用手去抠 而且还要有技巧,不能让妈妈感到疼痛或受伤,只要看到妈妈戒得很舒畅时,我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孝顺 现场来宾听了相当佩服杨月娥的笑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